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呢,我们讲load.js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叫模块化的这样一个编程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讲义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说第一个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js是面向对象的还是面向过程的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 我看很多都写的都是那种什么叫面向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也没听说什么面向过程 那么可能很多同学会说 那js可能是面向对象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给大家要说明一下 js呢 它是基于对象的这样一个编程 它是基于对象的编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是面向对象 大家要注意 它是基于对象 那么基于对象呢 它并不是面向对象 但是它可以通过呢 我们叫Prototype来进行扩展 那么使它符合面向对象的这样一种习惯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gcure 或者叫js 那么我们gcure是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代表 那么gs呢 它是叫基于对象的这样一种写法 OK 那么了解了这样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要说到gs 那么就是你基于对象 那我要像面向对象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书写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那么刚才说的是以Prototype来进行扩展 那么我们这里边扩展 我们怎么来扩展呢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要说提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 说一下 我们要实现一个person name 然后呢 里边有一个getname和getpage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让它可以实现像vrman.newperson 然后jack 传一个name 然后传一个edge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man.getname呢 然后把这个jack这样的值呢 给打伸出来 OK 那么我们首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方法的一种写法呢 其实我们有一点想到什么呢 既然它是new 那么我们可能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new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么我们感觉好像它是一个非静态的这样一种写法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实现一个who you man 然后它里边有一个run方法 我们要用man等于who you man等于run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lay点方法名 那就是一个静态的这样一种写法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说了这样一句 面向对象的方法呢 我们分为静态和非静态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静态的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非静态的 我们现在呢 先不看我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可以大家自己呢 也可以去想一想 这个地方怎么去写 OK 那么在自己 大家思考的同时呢 我给大家呢 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内容 这样一个编写 OK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我先建一个 我先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这样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这个地方呢 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页面 我直接把这个页面拿过来 给大家 说一下吧 OK 那么我首先说 第一个 那么我们首先呢 说这样一个页面 它这样一个构造 第一个呢 就是它这样一个person 然后呢 它是等于一个function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为了让大家更便于去理解 我还是给大家来写 写这样一个页面吧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叫 我们叫 obj.html OK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说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 要在我们这里边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里边 大家要注明一下 我这个地方呢 就要写一个类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才看我们的这样一个代码里边 我这个里边呢 我们是怎么来说到这样一个问题的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要定义一个person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地方 vr person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 怎么来去写它呢 我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person 既然它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么它里边有一个name 有一个edge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后续要 new这个person的时候呢 要使用的 这个地方 name呢 等于name .edge 等于edge 大家可能会说 你这个地方 this this 那指的是谁呢 那肯定是这个person 对不对 这个变量 或者是这个 这个方法里边 对它来讲 那么 name .edge 其实我们这边现在都没有 大家在gs里边有一种心法 就是我 秘密一个对象 然后我可以不停地给它追加一些方法 这就是我们有点像其他语言当中一个叫动态的这样一个属性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用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方法 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扩展属性 就是prototype 对吧 那么prototype的话呢 它 要做这样一个封装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来弄它呢 等于 它呢 其实是里边呢 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呢 其实它是包含了 可以说是很多的方法 和属性 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些封装 首先呢 getname 对吧 然后呢 它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要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alert 那 alert是什么呢 this.name ok 那么我们还有getedge 那么它也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么是this.edge 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样一个就写好了 我们内部呢 我们怎么来调用它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如何来调用呢 我们刚才说的 我希望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调用 ok 那我们先复制一下 然后我想怎么调呢 我这个地方呢 就 这个地方我这样写 man jack 然后呢 man.getname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那么咱们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它会不会是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它是jack 那么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地方man getedge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哈 它会打印出什么东西 它应该说 会打印出 jack和12 对不对 ok 那么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合友们 合友们 那合友们呢 它这个地方呢 类似一个静态的方法 我们只是合友们的 我们刚才说的合友们的什么方法呢 我们是run方法 对不对 ok 那我们直接是run 那么我们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啊 running 那么这个地方它调用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静态方法 这样 就可以实现 那么 总的来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单单的看的话 啊 这是其中的一种 这样 是下边这样一种 这种方式 我们先来把它运行起来 看一下 那么 我们 刚才是在这个页面啊 相信 jack12 这个地方running 大家看到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内容的话呢 其实大家也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我们面向对象的一个写法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OK 那有了这一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做一个 另外一个工作 那就是我们load.js里边这样一个模块化 模块化的 那么如果我要把这一块的内容呢 给放到我们新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 做一个load.js这样一个模块化 我们怎么去写呢 我们 来看一下 那么对person进行模块化 那么对person进行模块化呢 我们 其实 我们看到这里边我所给出的 这里边内容呢 其实全都有了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在 最后边我们加上这样一个person 那么我们来尝试着去写一写 OK 我们还是进入到现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们呢 在这里边用去封装这样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新建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叫 modus 然后呢 我这里边建一个person OK 我们建一个js 这个地方呢 person 加square 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person的话呢 我们刚才有这样一串内容 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给拎过来 OK OK 这里边呢 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敲一下吧 person 等于 function 然后呢 name edge 然后呢 this.name 等于 name this.edge 等于 edge 然后呢 这个地方对它进行扩展 对不对 person.prototype 然后呢 它是这样写 这样一个写法 这里边呢 写一个get name 啊 function 这个地方呢 我用console了啊 console.log 我就不用 不用alert了 因为我们是在服务器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打印 this.name OK 然后呢 get edge 那么我们是同样的 function 那么 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 console.log 我们呢 把this.edge 我们给它 打印出来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index的时候 我们做其他这样一个项目 这哪些项目当中 可以看到呢 我们之前的项目 应该说 其实很多项目当中都有啊 这里边 我给大家直接这样写了吧 就是 exports.model 这样呢 给大家 划 划分一下啊 就是 model.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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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等于person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样一个模块呢 就封装好了 这个地方呢 封装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去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model.exports 然后呢 person 那么我们调用的时候 怎么去调用呢 首先 我们去 这样呢 app.get 我们呢 再来说一下 这里边调用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 model 大家呢 可以去通过get方式呢 去请求他 请求他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把 我们的内容 给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怎么来写 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 一样的要引用这样一个包 那我们这样的引用 怎么引用呢 VR 啊 person 然后呢 require 因为 我们现在是在这下边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目录结构 所以呢 应该怎么写 应该是 他的 目录下边 的 models 下边的 应该是 person啊 对不对 person 注意 大家 我要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引用这个model的话呢 注意一下哈 这个model是呢 .person 指的是 .model 是下边 这个.js 它指的是一个文件 只是不要 js 这样一个后缀 然后呢 我们后续呢 再通过这种方式呢 进行一个调用 那么我们先把它给引用 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呢 既然person 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么 大家也会看到一些 内容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呢 调用它 然后我们person 啊 p 等于 啊 我们这个地方 要怎么写呢 注意一下 我们这样一种 一种 一种写法 一样的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lue这样一个对象 其实和我们之前 看到的这样 里边调用的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lueperson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jack 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p.git 找到这样一个模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块 是不是位置定义的不对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哪个地方定义的不对 MODU-L-E-S 它指的是呢 注意一下一下哈 是当前目录下边的下边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地方是 注意这样一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写法哈 如果你不大清楚的话 你可能是 因为 这样在写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不要写错了 如果写错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爆这种 找不到路径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最终调用在这儿 所以呢 它是 点儿 下边呢 就是表示是当前目录下边的这样一个MODU-L-E-S OK 再稍微注意一下 刚才呢 我也是没太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去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是192哈 嗯 我们刚才是 好像是叫1130嘛 130哈 然后呢 是3001 然后我们用的是 DU-L-E-S 它不能得到 DU-L-E-S 没有S啊 这个地方呢 大家 MODU-L-E-S 大家可以看到 啊 JEC和Edge 这样就打印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 JEC和Edge 这样就打印出来了 这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 非常 非常简单的 这样一个 面向对象的 这样一个封状 这个面向对象呢 首先这一部分呢 是来源于我们所常规所用的 叫J-E-S 这样一种面向对象的 这样一种 啊 就是一种写法 我们通过Prototype来进行处理 其实 我们在loadJ-E-S里边和之前呢 多了一个什么样东西呢 就多了这样一句话 它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模块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 MODU呢 它是一个模块 模块在输出 然后输出什么样的模块呢 Person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可能会说 你这个Person和这个Person 是不是 是不是我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几个文件 我没怎么搞明白 大家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Person呢 我们肯定是就是把它输出成某一个模块 那我就是输出它的这样一个名字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Person 那如果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其实呢 可以用一个这样来写 我们用个P Person 那我用个大写的啊 因为我们写类嘛 对不对 因为但是在 J-E-S里 loadJ-E-S里边呢 它是用小写的方式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这样给大家说吧 我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改成 很有名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我真在 要调用的时候 我怎么写呢 啊 和Uman 然后P 还是哈 这个地方 H-U-M-A-N OK 它是这样一种写法 那么我们一样的来调用看一下 OK 大家会看到呢 我们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是会同步 同步的这样做一个输出的 再来刷新看一下吧 OK 大家会看到这个name 如果 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把这个地方再改成 改成我的名字吧 OK 这个地方重新起来 然后我再刷新一下 OK 李扬啊 这个112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哈 这个地方呢 这个name和这里边这个name 大家注意自己去区分一下 这是模块的名称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封装成一个对象 然后后续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对象 去进行一个实力化 和相关的一个调用 OK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应该说 对这个内容呢 应该说也是比较明确了 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化呀 那么就讲了这个地方 所以呢 大家好好再去理解一下 那么里边呢 有GS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 同时呢 也有对我们的GS模块化 和调用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大家下来呢 再好好去思考 或再去学习一下 OK 那么我们模块化编程呢 就到此呢 我们就讲了这个地方 OK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的后续课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